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历得多了 我们就会慢慢地明白一个道理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取 这并非是夸张手法 而是现实写照 人越是有所经历 越是对社交以及人际关系无感 宁愿独处 也不愿意跟外人有太多的往来 首先是因为没必要 其次是不想浪费太多的精力 所谓画猫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灭不知心 古人云 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花甲 七时古来兮 八时则冒迭 由此可以看出年龄的变化 人的心理 人际关系 对世界的认知等等方面也会变化 而年龄越大 对事物的认知与判断就越准确 用句俗话来说 就是看人越准 我们在看一些预言故事时 不难发现 一般智者这个角色的设定 大多都是老人家 因为经过了岁月的魔力 丰富了大量的人生阅历 从而导致他们比年轻人多了许多智慧 而在人际交往方面 他们不像年轻人那样 抱着广交好友的心态 反而是在给朋友数量做减法 面对朋友的盛情邀约 他们凭借自身的阅历学会判断 哪种朋友适合长期来往 哪种则是泛泛之交 江湖太复杂了 人性太难测了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妨享受一个人的孤独 到了五十岁 这四种饭局就别参加了 没意义 亲戚组织的饭局要谨慎参与 在现实生活中 有这么一种人 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矛盾 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亲戚 亲戚这个群体 虽然跟我们存在血缘关系 但他们不见得希望我们过得好 有些时候 他们还会利用血缘 来进行道德绑架 比如说 他们想找你借钱 或者寻求你的帮助 那他们第一步该怎么做呢 就是组织一个饭局 请你来参加 让你不好意思拒绝他们的请求 所谓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你吃了别人的饭 接受了别人的邀请 那你就等于欠了别人的人情了 别人对你提什么要求 你都只能接受 如果你是一个性格比较强硬的人 当场就拒绝了别人 相信你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在人情社会当中 互相尊重人情 这是一种底线 也是一种束缚 所以说 如果我们不希望惹麻烦 也不希望跟亲戚 有任何利益上的往来 那我们就不要参与 亲戚组织的饭局 至少没有欠他们人情的你 可以活得自由无拘 半路朋友组织的饭局 不要去 俗话说 半路夫妻不长久 半路朋友心最狠 半路而来的异性 终究比不过原配 半路而来的朋友 一般都比较狠心 所以 半路而来的人 要么觉得你有利可图 要么想利用你 人性最大的特点 就是 无力不起早 不要觉得你真诚了 别人就会对你好 也不要觉得你老实了 别人就会被你的善意 所感化 别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 其实都是有目的的 半路的朋友专门为你组织饭局 那你觉得他们的企图 到底是什么呢 有一位老江湖说过 参与饭局 有些时候并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那么简单 当中的博弈和战队 并不是普通人能想象的 如果你是有头有脸的人 那我劝你 不要轻易参加朋友的饭局 因为别人图谋的 是你的态度和钱财 一步错 很有可能会害了你 有损健康的饭局 就不要参加了 上述所谈到的饭局 都跟人性的阴谋算计有关 其实饭局的危害 并不仅仅如此 它还会损害人之健康 有一位搞销售的主管 四十岁还一直参与到 不同的饭局当中 到了四十七岁那年 它就突发疾病 倒在了酒桌上 幸好抢救及时 不然就真的回不来了 有太多搞业务的中年人 为了拉拢客户 为了赚点小钱 就用命去喝酒 透支了自己的身体 减损了自己的寿命 无论他们赚多少钱 都无法让身体恢复如初了 为什么我们常说 少喝酒 少油腻 多锻炼呢 因为普普通通的三支膏 就能要了无数中年人的命 为什么四十九岁或者五十岁 就离开的中年人特别多 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保重身体 这些人当中 有一部分人的病根 都跟三支膏有关 不正经的酒局 最后一种局是最不应该 也是最令人排斥的 那就是目的性极强 或者带有其余色彩的饭局 小朋友或与人厨师 最看重的就是真诚 在中国人的饭桌上 我们可以因为一杯酒 一桌菜 就拉近人与人的关系 这是中国酒桌文化的魅力所在 但同时也有别有用心的人 把酒桌文化 当成了实现自己 某些目的的不正当手段 对于这种饭局 我们一旦参加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对方就会提出 更多需要你帮忙的要求 朋友虽然可以相互帮忙 但是我们交朋友的基础 得是真心的 只有真心换真心 才是永久的朋友 才能对你的人生 有真正的帮助 无正经饭局的朋友 往往都是些酒肉朋友 这些人说散也就散了 晨到中年 能够不参加饭局 就不要参与其中了 一是为了减少麻烦 二是为了保重身体 这饭局百害而无一例 谈到这里 有些人就会反驳 难道说要活成 孤家寡人的模样吗 这饭局真的就没必要参与吗 很多饭桌上认识的朋友 大部分在你人生前进的路上 就自动走散了 很多时候 饭桌只是我们交朋友的一个场所 并不是我们交朋友衡量的唯一标准 我们最终留下的朋友 一定不是因为 他是在一个合适的饭桌上 所以才跟他关系最久远 而是因为两人经过了重重考验 所以留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然 某些局在一开始表现出来的特征 也从侧面说明了 这个局上面的人 都不是值得交心的人 毕竟根据吸引力法则 我们可以通过饭局 做一个初始的判断 来帮你早期筛选出一部分 对你帮助或意义最大的局 从而找到你的朋友 所以 你身边朋友是对的人吗 你还被迫沉溺在一些 不重要的饭局中吗 人只要过了50岁 就该好好保重身体 同时做减法了 而参与到饭局当中 显然不适合做减法的生活模式 既然如此 就不要管别人的看法了 什么饭局也好 社交也罢 通通都比不过健康和安稳重要 一个人享受独处的时光 好好保重身体 也挺好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